大家好,我是Galaxy HK,我們繼續玩Nive for Live 第八章的中細片我們繼續起行 因為非常長途的關係,我在中途已經將它們升了一點點級,拆了一些經驗值 我們就需要去北面,勇者山,這個是捷徑 再看看地圖的勇者山,現在我們正在走捷徑上去 先看看主角的絕招,走前一格,給大家看這個幽風斬,一個超大的範圍 我就升到它5級了 全勝了 所以接下來上去 座山都會快一點點 不過山上的怪都不兇小,不要小看它們 我就趕快捱著航風衝上去 道賊的物體 這個大隻佬我們用V字斬 你看 ,難打的上來 跟山下面的怪截然不同,幸好避兇到 它們在這個地方應該怕火,所以就先燒一隻 希望可以燒死 武裝 下面有�用游器凍我們的主角 奧斯特 用新招威力寵 攻槌 在這裡上砰一下的招式 繼續燒他們,這次用第二招的火屬性攻擊 會弱點,都一樣燒得死 這個輕鬆,只剩下一隻 只剩下一隻,他怕這一招 在衣服上打怪,我想是否有人關係容易會掉到裝 終於有頭盔 向有沒有點,那顆點仔 進發就可以了 暫時分岔路不走 有腳印,我們先走左邊 地圖仔已經有一隻棋仔 告訴我那個位置 在冰天雪地的山上,這間小屋子 問一問這位大叔 他是山間小屋裡面的男人,但是就好像沉默寡言 看見我們就回去,不如我們打架一下,就當自己在家 進去 很搞笑,這位大叔好像無影椅子一樣 可以說一句話給他面子嗎,這張是主角 這張,完全沒有你過我感受 閃靈靈靈的盾子之前已經見過了 在下面的裝裝就見過這個盾子,接著旁邊的箱 鎖住了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資訊 還是不行 他說在一面做工精良的盾牌 我們回到剛才 南邊的法物李歐村看一看 都是沿路出去,所以我就在這裡打怪差的 直接剪片,剪到那邊給大家看 對,不過中間我想走一走山頂去看看 上到勇者山山頂 這麼高有座墓碑 就是對抗魔王的偉大勇者黑修 場面於此的墓碑 竟然上代勇者就在這裡 讓我救到公主,再過來劏雞幻神 我喜歡,其實你看一看 我們可以看到很遠的座山 另外中間的樹林都可以看到仔細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風景很漂亮 對付狂暴雄 我現在就應該 走到他盾口臉,V字斬,砍他 但是扣得很少 難搞,瘋狂偶打 逼個兜巴升了幾下 他又不怕火,又不怕水,又不怕風 我們只可以用紙墓 試一試 明白面,對 這次做得不錯 奧斯特用威力重鎚 打到彈起 繼續用紙墓 起碼讓他靈命在面上 這樣可以扣他的行動 繼續 威力重鎚 打死他 真可憐 防御力減低 他在儲氣 防御力減低 防御力減低 但是他反過來 再掃起 看我們的威力重鎚 同樣都是防御了 竟然可以這麼輕易挖死這隻熊 看來他都沒有想過人類這麼厲害 打死了 加很多EXP 可惜他沒有道具 好,這麼快就跑了下山 先去那個老人家的房子 他不在 應該樹上進去 拔拔,坐在這裡等我們,擺明 我們再看看他的盾 就在這個樹山上也看到同樣的盾牌 很驚訝,放心我們不是那些債騙集團 正經人 很驚訝,放心我們不是那些債騙集團 正經人 要找當時的黑獸 但是為什麼有一個墓碑? 原來那些債騙集團 原來那些人 依賴著勇者 太多太多人走過來 結果令到他寧願獨自去到北方的深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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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感覺到他一樣 日本人都感覺到他跟他一樣 日本人都感覺到不一樣 都感覺到不一樣 我和他一樣 這知名是護士人墮落 這位老人家這樣說話,就是證明他都不惹小 他就是和黑手一起作戰的真女 看他的主魔法獎 無賴老師 我們要回去找黑手 看他的主魔法獎 這位這麼猛烈的人 無賴老師,看看他有多厲害 跟我們一樣,厲害 我的經驗值比他高 剛才我們山上的獸恨有用 現在這個盾可以借來嗎 沒有任何指揮 得到勇者盾 那就是說給勇者盾 要用 換一個守護者 現在很簡單,其實又是跑回上山,去回遊盾那家的家人 那就是黑修,大家猜到,不是說我劇透,這麼淺白 用無奈老師的招式神魚,這招全範圍攻擊 不過就要念咒,但是威力就少 這招暫時只有一招攻擊,其他都是補血用 大家等一等 能不能練就練快點,就這樣被人打 先打一隻 我們的真女,原來還沒打 神魚 這招神魚大叫,嚇到人了 就好像一般般,歸力又小,而且都花點時間去洗出 希望伯伯可以勸服他,這個不信 覺得擁護者是煩的,勇者 看到老朋友 真的很冷漠 你之前打過魔王,再次掃醒了 幫幫忙,不要沉默寡言 不說話,不是帥氣 不說話,不是帥氣 nen至少 真是 真是 這番話有沒有用 失敗 難道這個墓碑是真的嗎 這個墓碑就是一個懦夫,這個激漲法 等於暫後拿真的不到,說什麼話都激不住他 這隻盾來 既然你都放盾放在這裡裝飾,就證明你還記掛著當年的戰鬥 好,這個箱也是不可以的,怎樣?真的要走 突然彈起來 再打開箱的話,裡面是他的戰衣 即是說剛才他真的激漲法搞定了他 成為同伴 當初的勇者 要回到山頂的墓碑 但剛才我想先拿個盾 拿到,接著當然裝給哈特了,十級的,絕對不弱 他真的沒有拿到,勇者的盾 他用袖子劍嗎 連上代勇者都拿這把劍,我們今代勇者都轉了 因為我都有一把,物攻增加但敏捷下降很多 好,增加攻擊力,不備了 好,接著當然是黑修的指示,我們去山頂,之前去故屋 不知道現在去會有什麼不同呢 四人一對 這座山頭的怪應該怕了我們 可以直接刷到上去,不如怪,可以嗎? 好,到黑修了 他的招一閃,也有V字斬 另外也有威力重裁,接著就有弱天斬 不如試一試這個電光音速斬 要儲氣 好 好,曬出 上一隊勇者 這招很帥 好,對之後打魔王,現在非常有信心 再次來到這個山頭 看看他的墓碑 前面就有魔王山了 其實是不是為了可以長期看到魔王山 隱藏著自己身份 暗中 履行勇者職責 或者是我想多了,未必真的 想黑修型一點就這樣想,他在掘一些東西出來 立定決心 獲得到劍 名字這麼簡單 連天色都光了,把劍拿出來的位置 霧都不見了 本來是黑修型很陰森 看看所謂的劍是怎樣 布萊昂 攻擊加30物攻,上升76 厲害 我們就趕快下山 去魔王山之前我想 帶黑修去一個他很久沒去的地方 又來試試這招式,這次是躍天斬 拿著一把勁劍的黑修 這把勁劍的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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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之後要 保持著向右走 這個方向大家猜到我去哪裡 先看看路牌 就是去北面的勞克碎下城 這個位置 住在山上那麼久 痛了那麼多年 感受一下山下面的混亂 我帶了勁劍回來了 他們都認得黑修大人 需要對白全部都這麼一致嗎 先看看民眾 先看看 他們都很高興 因為之前 市民是很愛戴這個黑修 只不過黑修就 可能頂不住大家的熱情 所以就住在山上 連這麼小的小孩 都認識黑修 兩代英雄,他說一定是無敵 有一點時間我會跟所有市民聊天 除了那三個傢伙都還保持著不穿衣服 你不是家裡只有一件衣服嗎?這麼慘 但是說話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 小孩子都說一句 大人都是那些說話 OK,這樣就算了 拜見一下 活王 士兵也是這樣說話 我覺得市民應該要做多一點不同的對白 一色一樣 很厲害 究竟這麼多年沒見勇者 大臣和國王驚不驚喜 首先和大臣聊天 有什麼不合意的事情 怎麼樣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國王 最好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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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兩個人去的話 是不行的 因為魔王山入口 只可以黑修才可以打開 就這樣 給我們一點獎勵吧 大臣 對白都是一樣的 這些都會不會不同一點 可惜黑修就沒有反應,全部都是大臣和國王說話 如果交代在山上過了這麼多天,有什麼心情,為什麼上去 或者打贏之後會不會繼續幫忙守衛地區等等 完全沒有交代,看來黑修很久沒有跟人聊天,不是很懂得說話 國王也沒有加碼,又被獎勵挽留前代勇者 不要緊,勇者用來不計較珠寶、財物等 我們現在向右進化去魔王山 之前打下魔王也是兩個人,現在有四個人去救公主,應該順利 下到樓下 已經過了河 要鑽洞鑽洞 OK 這個上面就是禁忌之地,不過過去之前就在這裡周圍走個走 地上有一些 躍書亞的樹果 躍書亞其實就是聖經故事的人物 接著再走左一點 要跑快一點,不必能再預先顧怪 因為你的怪物off knight很好玩,經驗值太低 流動跑,流動跑 做勇者就要跑生 這些是習慣,傳統 到最後 這個位置 幸好我們已經可以一擊打敵人,範圍夠闊 下去樓下,這裡就是一些很神奇的地方 種了很多這些療癒草 當然要收拾,畢竟要打魔王 要多些草藥 現在簡直是圓丁去炆雜草的人 但不要小看,這些會加得多 完成 出去之後再回來 你看 又有,無限拿的,這個設定很棒 始終這個Live for Life分為8個篇章 每個篇章所遊玩的時間都不能超級長 雖然這個是一個王道的RPG遊戲 但道具方面不算超大量不同種類 而且獲取方法都很簡單 好像我這樣,其實容易可以拿到 就沒有了那些買道具買裝備的小屋 我們繼續收拾下去 魔王先生我們下集再跟大家進去 4個人去打魔王,可不可以順利打得贏呢 喜歡這個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下集見,謝謝,拜拜